今天所有在方舱医院住院的病人 全部可以选择回家 大白拿着大声工在方舱医院传福音 拆床 拆隔板 下回用品 中国确认病患漫长的封城苦痛如梦一场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戴好口罩 注意好个人的一些防护 现在有北京人说解封了还是死路一条 如今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吧 因为解封后的商店街依旧是鬼城 中国清零陪上惨痛的经济代价 导致近五十万间餐厅倒闭 青年失业率来到百分之二十 今年春天上海封城八周 也让经济增长速度写下数十年来最低 中国解封平经济上海密切接触者 隔离减为五天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八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进一步说明优化防疫政策 咱们新的十条也发布 就是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 甚至密接都可以选择居家隔离 那么经过研判以后 他们没有家庭外的社区传播的风险 那么这种情况下 即使它减出阳气 也不影响整个高风险区的 它的一个解封的时间 也就仍然还是连续五天没有新增 是可以解封 但却没提到外界最关心的边境管制 五加三是否松绑 都是中国卫教部气候晚间表示 将研究制定便利跨境人员 往来的新措施 台商们还得再等等 建新闻综合报导